二百四十集 云泽虽然也是一位枭雄 但在皇帝看来他比不得达子的前任大汗 朝臣被皇上出兵的决心震住了 他们没有办法阻止皇帝 首府先前跪爬了半步苦求道 陛下对达子用兵臣阻拦不住 臣请陛下调燕国公世子回京 世子文武双全 又经过南越战场的考验 他是领兵出征的不二人选 陛下为了打唐帝国的江山 为了皇祖同打子的血海深仇 恳请陛下以燕国公世子为帅 朕已经下旨将他用出来的手下调回京城 皇帝的语气有了几分的缓和 李明锐能在南越得胜 他的手下功不可没 朕决定重用他们 至于李明锐 朕晓得他远征南越辛苦 岳王藩帝和江南离不开他的镇上 朕另外有任务交给他 出征达子的事情 朕会另外委派一人 皇上 首府不必多言 朕选的良将一定能克制达子 皇帝越过了内阁 直接下旨命老将军统领兵马出征 在南越时 老将军就是坐镇后方的统帅 如果没有他稳住后方 李明锐也无法实战其谋 皇帝虽然想打压下去李明锐 收揽民心 但他也不会拿江山做赌注 老将军虽然年纪大了一点 行兵保守了一点 可也是胜在稳健 攻守得当 考虑再三 皇帝还是没有勇气 此时御驾亲征 等到包围住云泽的主力 他在御驾亲征完全来得及 老将军是个明白人 谁还能同皇帝抢功劳 陛下 齐王殿下求见 宣 皇帝重新坐回到龙椅上 慢慢地眯起眼睛 齐王上的请战折子 他看了 他一直默不作声 便是想试探齐王一番 可没有想到 齐王赶上金殿来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怨不得朕不信守同父皇的誓言 齐王身穿王爷蟒袍 俊美的脸庞一派沉稳 他在两侧大臣们的目光下 沉稳冷静地走到了靠近丹臂的地方 停下脚步 撩起蟒袍 跪倒下来 臣恳求陛下 让臣随老将军出征达子 臣为皇族中人 享受了陛下的恩责 此时国战 臣愿意为帝国征伐达子 以报陛下对臣的隆恩 齐王 你先起来 你刚添了临耳 身体又一直不大好 皇帝分外享受 齐王对他的跪拜 以前齐王吃傻时 没少跪拜皇帝 但傻子臣服 同精明的齐王臣服 是不一样的 朕按照先帝的意思 厚待于你 你才清醒没几年 所学不多 朕怕你在江场上有危险 朕不想辜负了复活 臣为皇族 陛下此番出兵 为国学耻 臣便是拼了性命 也要为皇族争光 不让列祖列宗蒙羞 陛下厚爱于臣 臣敏感五内 您若不答应臣 臣便不起身 陛下 臣无法在京城等候 战胜达子的消息 恳请陛下 答应臣为您效命 齐王说得赤诚 皇帝迟疑了一会儿 江场凶险 万一你有个好歹 臣如何同父皇交代 出征的人都为大唐男儿 他们为了大唐 甘愿牺牲性命 他们不怕 臣也不怕 陛下 臣愿为陛下的先锋 好 齐王 朕答应你 皇帝稍加犹豫后 答应了齐王的请求 他面向头发 胡须双白的老将军 朕将齐王交给你 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了他 臣 遵旨 老将军叩手 他本身就姓老 此时人们叫他老将军 最是恰当不过的 多谢陛下 齐王 一会儿你随朕来 趁办家宴 为你送行 遵旨 齐王再次磕头后 起身站在了一旁 从他俊挺的眉宇间 能看出一抹心愿达成的喜悦 皇帝的手指微微曲奇 这场家宴是他为齐王 准备的最后的晚餐了 齐王随老将军出征后 皇帝也好策立 九皇子为太子 贤妃的出身确实是一个 不大不小的问题 民间曾经有一股议论的风声 先帝同皇帝约定 若是齐王恢复神志 皇帝就要将皇位交给齐王 虽然这则消息是子虚乌有 明智的人都不会相信 但流传却十分广 只要皇帝策立太子 这则消息便会被翻出来 以前太子是皇后嫡子 策嫡子为太子 名正言顺 此时若皇帝想策立贤妃所生的九皇子 大臣们可有话说了 齐王出征 皇帝立太子的阻力会少了很多 子虚乌有的话传多了 越来越像是真实的消息 皇帝完全可以借此机会 将威胁自己皇位的齐王除去 齐王战死 谁也不敢怪罪皇帝无情 散朝后 皇帝在后宫设宴款待齐王 仔细地捶寻了齐王 对兵法战书的了解 齐王回答得磕磕绊绊 皇帝一听便知道 齐王对兵法不过是略通皮毛 皇帝并没有怀疑 齐王是故意藏着 齐王恢复神志不足五年 便是日夜不停地学习 齐王也学不了多少 毕竟齐王吃傻了十几年 皇帝对齐王越发的关怀备至 目光扫过骄傲的齐王 他暗叹 白整了一副好面容 齐王是公认的美男子 可他太着急了 皇帝也可以理解 齐王急迫立功的心思 一旦皇帝平定答子 齐王再有野心 都无法颠覆皇帝的皇位 齐王还不如趁此机会 上疆场搏一搏 皇帝同齐王碰杯 仰头喝了胜利的美酒 可惜 朕岂会让你如意 齐王同样引进了杯中酒 宁夕 本王将京城交给你了 一月后 皇帝选定即日登台拜将 大唐士兵开赴北疆 欲同内外纷争不断的达子 决意死战 在出征前 皇帝接到了蒙古的消息 双方约好 和谋攻伐达子 如此皇上对此战 更有了信心 他虽然无法完全信任蒙古诸部 但多个帮手总是好的 同样 在草原上 云泽倾全族之力适时出征 一时之间天下风云变色 大浪逃杀 问谁主臣服 宁心见到了随军出征的齐王 出征的将士如同一股洪流 恰好在宁心居住的庄子上路过 站在山丘上 宁心抬手挡住了阳光 默默地注视着这股远去的洪流 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 胜利还是失败 没有必胜的信心 齐王是万万不可以上将场的 他所计划的宁心没有问过 也不愿意知道 新丫头 宁心听见声音回头 见宁老太太关切心疼的目光 他心中一热 挽住了宁老太太的胳膊 摸了一把晒得有些粗糙的脸颊 没事 我现在能吃两碗饭 身体也更好了一点 以前李明锐喜欢我柔弱眉 将来他会被我洒爽的英姿吸引到 您不必担心 他并非是肤浅的人 宁老太太确实有点担心 宁心整日里同退伍的老兵混在一起 不注意容貌的变化 这可怎么了得 我不晓得你忙些什么 新丫头 非要这么辛苦吗 我看着你好心疼啊 宁心坚决地点头 嗯 是 不辛苦 大唐帝国也许会有灭顶之灾 达子不思一百年前 云泽不会放弃任何为主中原的机会 李明锐就是因为知晓 才将手下运送回京城 他虽然在月王藩地部的动弹 然他是希望京城平安无恙的 其实有的时候 我也很恨期望和李明锐对我的信心 凭什么让我一个小女子扛起这样的重任 我也是血肉之躯 也晓得累啊 更会担心 万一我猜错了 或是没有挡住达子骑兵 那京城该怎么办呢 宁老太太晓得宁心肩头的重担 他听不懂宁心所言 可并不妨碍宁老太太做一个合格的听众 宁心并非是需要他劝解 从宁心来到庄子上后 宁老太太便知晓宁心不会退却的 他只需要一个能听他发发牢骚的人 宁老太太伸手搂住了宁心的腰支 护着他向庄子上走 新丫头 我在的 其实 我一点都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想学着京城命妇 整日里悠闲富贵的生活 没事同族人闹闹别扭 在风口浪尖的日子 并没有看起来那么耀眼夺目 宁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中泛着草丛 混着泥土的味道 广高尚了说 我无法放弃中原 无法不为捍卫中原大讨而努力 无法看着百姓陷入兵荒战乱 群雄逐鹿 狼鹰四起的世代 说是低俗一点 并是我不愿意认输 不愿意不经过努力 就向云泽低头 不肯做顺民 有错吗 拼死捍卫大唐的尊严 有错吗 就因此 宁心明明知道前路很艰难 明明不乐意背负齐王和李明锐的重托 可他依然在庄子上 训练那群老兵 宁家的宪阵营 也许是因为李明锐痛快地交出收下 并安心在岳王藩帝荣养 也许是皇帝知晓宁心根本无处可逃 宁心无法离开京城 也许皇帝忙着同打死的战士 忘记了宁心 总之 宁心虽然还是被皇帝的探子盯烧 但同以前相比 密探少了很多 趁着皇帝和密探的松懈 宁心才能在庄子上引起一支足以影响大局的兵力 皇帝同达子开战后 便习惯地北望草原 期盼着能得到困住达子的好消息 皇帝传下口谕 在同达子征战期间 他不会招兴任何一位的妃嫔 他将精力都用在了这场新国之战上 粮草 军需等等的安排和运输 皇帝虽然没有轻力轻为 可以时时刻刻过问 叮嘱大臣一定要按时送给老将军 国库和粮仓继续的银子和粮食 不足以支持同达子开战 皇帝命令江南等附数的地方 运送粮食和必要物资到京城 同时让在江南坐镇的李明锐 多多的筹备军饷 江南 平王世子咬着牙根看着银子 粮食被运走 他对身边的李明锐抱怨 陛下又来口心催你了 陛下想做什么 是不是想让你江南的侍身都得罪了 张口必可地让你筹备银子 陛下就没考虑到你的难处 你将南越皇宫搜刮了三遍 又不能激起民辩 江南要稳定 你上哪弄那么多银子去 国战当头 岂可计较个人得失 为以前的将士尽一份心力 我心里才能安稳一些 可是我看皇上 是纯心让你坐不稳江南 皇上是怕你占据南越 平王世子的嘴被李明锐堵上了 平王世子挣扎了两下 撕扯开李明锐的手臂 桃花眼中满是恼怒 哼 错甚不让我说 他就是这么想的 好嘛 都说谢母杀驴 可同达子这一仗 还不知胜负呢 他就开始诛杀功臣了 同达子一仗 会胜的 一定会胜的 李明锐似是说给自己听 又似是说给平王世子听 平王世子知晓李明锐的心思 他不大懂得兵法 但也晓得云泽的厉害之处 李明锐白天忙着筹备粮食和银子 晚上彻夜在书房 看草原的地图 这一切的反常都说明了一件事 这场清国之战 未必像皇上宣传的那样乐观 唉 平王世子也是皇族中人 大唐帝国有危险 他又怎么能高兴得起来 目送远去的传番 希望老将军能听你一句劝 莫要轻视云泽 李明锐的目光深邃 嘴唇动了动 关键在于皇帝 老将军不是他 不一定能扛住皇帝 给予取得圣果的急迫之心 在草原 在寒地 老将军是新丁 可云泽对这两处地方 是极为熟悉的 稍有不慎便会落入云泽的圈套中 战局将会发生 不可想象的逆转 李明锐喃喃说道 云泽最后的仪仗 我还是没有想到 他故意露出这样的破绽 到底是为什么 破绽 没错 李明锐和齐王都猜到云泽 故意对皇帝露出了内部不稳的破绽 目的就是引大唐来攻 李明锐和齐王都是被皇帝怀疑的人 他们又没有确实的证据 说的再多 皇帝也不会相信 他空有一身上阵杀敌的本事 却只能坐阵后方 如果齐王坐在皇位上 那齐王不会做这样愚蠢的决定 李明锐揽住了平王世子的肩头 小声说道 江南的巡抚倒台 你帮我笼络好了 一旦大唐又变 我需要他们同我 发出一个声音 虽然我看不上皇上所作所为 但何至于你说的严重 陛下太想做明君 太想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帝王 李明锐拍了拍平王世子的肩头 话语里带出了一丝悲凉 我也希望自己猜错了 先准备下来 有备无患 你总不想看到天下诸侯群起 战火满地吧 复国一战 虽然大唐打赢了 但直到今日 才恢复战前的水平 各自为政的藩王诸侯才消停 一旦京城有变 先不说达子能不能坐稳大唐江山 再重复一百多年前的乱局 江南富贵奢靡 我不想江南乱了 平王世子的肩头微微垮了一下 他肩头的担子同样不轻 李明锐不大擅长同江南官员相交 应酬这群官吏的事情 都是平王世子出面的 以前还好一点 可万一京城有危险 他要笼络住江南官患可不容易啊 他捶了李明锐的胸口一拳 希望是你多想了 大唐江山万万代 永远流传 老将军领兵抵达草原后 同云泽交过几次手 战事进展很平稳 他经常接到皇帝的口谕 皇帝又在他身边加派了监军 如此一来 老将军被皇帝催促的 只能加快进兵的节奏 有蒙古诸部的配合 胜仗一直没有停过 老将军觉得不太妥当 在一场小胜后 想要缓一缓压一压 然同他坐在一起的监军却道 老将军 咱们应该称胜追击 包围打字大汉 不妥 包围云泽何其不易 老将军太稳了 云泽已是强奴之末 有蒙古骑兵的配合 您还怕什么 即便无法包围云泽 向前进兵也可重创 达字精锐 一举既定胜过 不妥 老将军是想 我行事监军的权利 陛下可是一直盼着一场大胜 皇宫中 皇帝同贤妃坐在一处 贤妃温柔体贴地 给皇帝按摩着脑袋 柔声地安慰 皇帝的急躁情绪 皇帝不招姓妃嫔 不意味着贤妃 见不到皇帝 最近 贤妃一直在御书房 陪伴着皇帝 有时贤妃会叫来九皇子 他们仿佛是 父慈子孝的一家人 九皇子在贤妃的授意下 很能讨好皇帝 皇帝被九皇子的 仰慕敬佩的目光望着 他越发有信心 剿灭达子 超越历代所有的帝王 昨日小九做了金龙绕梁的梦 臣妾看此梦许是吉兆 也许前面会有一场大盛 给朕详细说说 九霄龙营 天下城府 四海归星 就在此时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陛下捷报 老将军围住了达子主力 达子大汉 启翔 马公公失态地跑进了御书房 老脸上满是激动和兴奋 他扬起手中的捷报 陛下 达子大汉启翔 您赢了 大唐帝国胜利了 贤妃暗自得意 盈盈地跪在皇帝面前 幸福般地高呼万岁 陛下赢了 皇帝先是一愣 而后是狂喜 拿了拿了 给朕看 朕要看捷报 马公公送上捷报后 皇帝看后大声笑起来 好 老将军是国之助使 朕要赏他 朕要封他为王 齐王 哦不 御驾亲征 朕要眼看着达子覆灭